hello大家好 我是老飘 请大家相信科学以下内容都是编的 有这么个小伙子叫强子 老家在鲁西南某农村 96年那年他母亲因病去世了 当时的强子只有10岁 有一天父亲外叔干事 家里就只有他一个人 当时他家里就养了很多的牲口 两头牛 六只羊 母猪一头 小猪仔十几头 这个鸡鸭若干 狼狗两条 一条叫大黑 一条叫小黑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傍晚放学回家之后 这个墙子把饭菜热了一下 吃完之后就开始喂这个牲口 晚上八点钟左右 终于把牲口都喂完了 准备说休息一下写作业的 那正准备回屋呢 转身的时候 眼角就突然间挑到院子西北角的牛棚前 蹲这个黑眼 因为当时这个院子里的灯 是一个黄色的小灯泡 所以说这个光线很暗 并且离的还蛮远 就看不清是什么 那刚刚瞄到这个黑影呢 墙子还没反应过来 东南角 院子门口 狗窝里的两只狗 就直接冲出来了 站在墙子的身边 就呲牙咧嘴的 对着那个黑影的低吼 尤其是那个大黑 嘴巴里就呜呜的叫着 站在那个墙子的前面 看起来想扑上去 这个小黑呢 就在墙子的身边 也是一副拼命的架势 两只狗呢 就时不时的叫上一声 就 就这种啊 大家伙应该都听过啊 好了就这一下子呢 这个墙子呢 浑身的寒毛都炸起来了 当时呢 它这个背后呢 是厨房门 门口放的是各种农具 就随手 抓起来一把镰刀 就问了 谁 好 这个黑影呢 它不动 也没吭声 墙子也不敢过去 这个时候啊 西北角 牛羊圈里的一个牛啊羊啊 也开始乱扑腾了 就好像有什么东西进圈了 就攻击他们一样 那这个时候 这个黑影的似乎是动了一下 墙子当时把这个镰刀 又握紧了 又问了去 谁 那么身边的两只狗呢 这个时候叫的就更凶了 小黑也站到墙子的身前 然而那个黑影子 仍然没有吭声 这个时候呢 墙子整个人是捧着的 心呢 快跳到嗓子眼了 而且鼻子就莫名其妙的 突然间一热 一摸 全都是血 好 一看自己流血了 十岁的孩子吗 能不怕吗 哇的一声就哭了 当时这个墙子家呢 东西两边都是空地 但是前面呢 是他三叔家 后面呢 是他大表哥家 这个时候的墙子呢 是实在顶不住了 就使出那种吃奶的劲 就哭喊着 三叔 大表哥 就狂喊 高音的就感受了 那个帕瓦罗蒂了 不知道是这个喊声 刺激到大黑了 还是怎么的 就喊完之后 大黑 大狼狗 扑上去了 小黑呢 就在墙子身边 紧紧的守着他 然后怪事发生了 大黑扑过去之后啊 那个黑影子 在墙子的眼皮子底下 慢慢的变淡了 等大黑冲到那个位置的时候啊 那个黑影也没了 这个时候呢 他这个三叔啊 和大表哥 就跑过来 小黑呢 看见有人来了 也冲到大黑那边去了 这大黑跟小黑两只狗呢 就在黑影子 原来那个地方啊 转圈找 三叔进来一看 墙子呢 满脸是血 把他也吓到了 直接就喊人了 农村嘛 对不对 没一会儿 七大姑八大姨子全都来了 当时这个墙子啊 已经是吓得气不成声了 好了 表嫂来了 温暖可人 给咱们这个墙子呢 提了把脸 才慢慢好点 家里人多了 大黑小黑呢 就跑到这个墙子身边来了 当时墙子呢 就把两只狗啊 给抱起来了 抱着这两只狗的时候 他都能感觉到 两条狗啊 浑身发抖 好了 把这个事呢 跟家里人一讲 三叔呢 就安排人说找 好 七八个人满院子的找了一遍 房顶上都上去看了 什么都没有 当时呢 已经快十点了啊 他父亲呢 还没有回来 墙子当天晚上 就去到三叔家里了 在他三叔家里呢 就喝了很多热水啊 很久之后呢 就慢慢缓过了 那当时呢 就跟这个三婶 说自己看到的一切 他这个婶子就讲说 幸亏有这两条狗 不然呢 还真不知道会怎么的 一直到十一点多啊 这个墙子他爸呢 就才回家 但是当天晚上 这个墙子就没有回家 在这个三叔家 跟他堂哥一起睡的 他堂哥第二天就说墙子啊 讲了一晚上的梦话 而且打那儿之后呢 就病了一场 发烧将近一个多月 就莫名其妙的 反复的烧 不过后来呢 也没什么事儿了 所以说呢 这个狗啊 有时候啊 还真的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 尤其是从小就养的 有没有懂我意思吧 好了 我是老飘 故事都是假的 让我们下个故事见